HELLO HELLO 2019年12月24日 歡迎來到今天的漫迷早晨節目 各位漫迷早晨 今晚就是平安夜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愉快的假期 不過正所謂我們就算是放假 都要看一看球隊現在的情況 我們下場是26日的拆禮物日才能踢 但是剛剛的作客屈福特 這場球輸了 我想很多朋友都真的有很多的意見發表 在YOUTUBE方面大約有30個留言 我今天就把他們歸納了幾類 亦都希望容易和大家分享 正所謂我們球隊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現在仍然是一個轉接期 究竟蘇斯一查的功力去到哪裏 還有我們有部份球員 究竟是否應該和我們一起過渡這個時期 還是我們都要找多些幫忙呢 我想各位的漫迷都有很多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 若福特這場球輸了之後 教大家這麼踴躍留言 我就趁這個機會 趁大家這個假期的時候 把他歸納了一些東西 大家分享一下 讓大家可以再研究一下 還有在這個街節的時段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都可能會開一些Live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究竟我又有什麼看法 大家留言的朋友 有什麼看法 甚至乎大家知道 如果我現在就會在IG開Live IG開Live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就是大家可以很簡單地打進來 和我們一起聊天 不過那段時間我都答應不到大家 總之就隨緣了 但是有興趣一起加入來講 萬聯球隊的情況的朋友 就希望你們可以開定一個 Instagram IG的帳戶 最重要是Like 大家畫面也看到了 就是Morning點 MANUTD點 FANS 這個IG的帳戶 是否知道 是否知道Follow還是Like 我忘記了 Follow或者Like 最重要是 收到通知 一開始Live的時候 你們收到通知 就可以進來一起聊天 OK 好了 好了 是言歸正傳 這一場球 在Youtube 總共收了三十個留言 首先再次感謝各位留言 有一部分主要是關於球員 有一部分是關於領隊的 或者一些 overall的球隊的狀態問題 也有些意見 首先不如說一些關於球員的評論 好嗎 在球員的評論之中 老實說 大家都不會有什麼驚訝 一定是 說得最多 大家說得最多 留言說得最多 的一位球員 就是連格特 在三十個留言裡面 有八個留言 都是跟連格特有關的 OK 基本上就是 譬如 他害了兩代的萬聯領隊 如果現在或者以後的萬聯領隊 再用他 就等於 有些自殺的感覺 當然有朋友說 應該放他出去 無論是 外借或賣他出去 都有人提議 另外 跟大巴有些想法 相似 有朋友說 不如連格特 你除了一對 Big Six之外 你都自己請假 另外也有朋友說 連格特跟蘇斯一起的關係 但是在下是否真的 那麼朋友 為何踢成這樣 都要被他踢 呢 有朋友說 連格特踢正選 他連後臂都可能 未夠扮 這樣 對了 先看 另外 為何要被連格特 做主角 打一個 那麼重要的位置 我相信 一個攻中的位置 令到其他球員 都啞火 最後一個關於連格特的留言 我覺得也有趣 其實我真的不太知道 他是問我 還是問蘇斯克查 那個留言就說 你不是說 連格特好好的嗎 他事垃圾來 然後再加一句 DLLM 很怒氣 如果你問蘇斯克查的話 我也想問他 所以 一起問吧 我們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估計 大家又看了我的影片 我已經說過兩次 究竟我的影片 我是支持連格特的什麼 這位朋友 如果你未看的話 可以再看一次 其實 我想 聽得萬迷早晨的朋友 都明白了 都是那句 我們節目 在這兩年 節目 在這兩年 至少兩年多時間 我們都在討論 連格特的問題 如果 如果 你的意思就是 我 即是我本人 大巴 說連格特好好的媽 這個肯定不是事實 不過 我的而且 他是支持他一些東西 不過 這個 免得再重複了 OK 好了 連格特就是野火 八個留言 三十個裡面 OK 第二個 就是 馬仔 馬仔 總共有四個留言 但是馬仔是很有趣的 馬仔有兩個留言 也有些批評 但有兩個留言 是為他抱不平的 所以 馬仔來說 就是兩正 兩負評 在這場留言裡面 譬如 負評那裡 就是關於 馬仔的問題 就是不穩定 而且也挺喜歡扭波 還有另一位朋友 既然馬仔這麼不穩定 是不是應該換 Greenwood出來 做正選呢 這樣 這就是負評 但對他 也有人為他抱不平 第一 馬仔 很多人都說他不穩定 或者飄忽 但是你看看 普拜一出來 他立刻 整個不同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喜歡打一些小組 滲入的入竊 如果沒有普班 或者沒有馬達 這些球員 根本就沒有人打到 他當然是打不出他的水準 這個也是 絕對有見地的 OK 另外就說 就算 就是這樣下去 辦團這樣搞下去 就算 賀蘭特不理 我是馬仔都走 個個都自己踢自己 就沒有什麼合作的精神 這樣 OK 即是他說 11個施浪都不行 這幾個就是關於馬仔的留言 OK 另外 福仔也有兩個 很可惜 福仔兩個都是負評 基本上 兩個負評都是一樣的 就是 福仔 我們其實都說他的事 比較上毒性 有波就自己扭 以及 太過被人猜到他的路數 一有波就是 咳回中間上射門 所有人都看了他的路 這樣 另外另外一個 再加多一點 這個也有趣 值得參考 他就覺得 斯朗 最初來到 都是很死獨色的 個人能力是厲害 但太過獨色 幫不了球隊 經過費Sir 將他調教之後 那就變得越打越好 這樣 他就反問 費Sir 會不會有辦法 可以出來幫幫福仔 這樣 OK 好 另外最後一個球員 比較多留言說 都有兩個留言 特意說他的 就是 普巴 有一個 當然 我想這個很多人都說了 我記得我也有說 相反 普巴出來之後 有人做回小組 馬仔做邊 扭去就行 所以做 或者普巴做小組 就行 立刻刪斥 另外有一個 真的很有趣 這個留言 經常要 波巴 即是 普巴 留守 有一個這樣的球隊 其實也有點不合理 至於 人家的板塊 還差兩個歐冠 就完整 我猜的意思就是 世界盃他拿過 聯賽冠軍他拿過 所以他就是欠歐國盃 歐國盃 和歐聯 就完成了 所以就留在萬聯 就很難完成這兩件事 歐國盃當然是國家隊 就不關萬聯事 但是歐聯來說 老實說 普巴現在的年紀 就是當打年齡還有兩三年左右 大約 那是否真的有機會拿歐聯 這個就 老實說 客觀來看是真的問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個評論也是忠狠的 OK 以上就是關於一些比較上球員向的留言 然後 就是一些 球隊向或者蘇斯克柴向的留言 這樣 他就說現在萬聯 就是 只是打一加球 我所說的 蘇一招 結果 反而控球真的搞不定 怎麼搞呢 這樣 另外就是 我們也提過了 對著強隊 曼城連續拿六分 誰知道 對著石菲聯 維拉 歐頓 屈福特加起來 才拿到三分 另外有些朋友問 為何上半場有限期 這件事我真的順便說一說 這場球員的態度 是鬆散 我都說過 但是蘇斯克柴的賽後 那個訪問 也是值得一提 他就是那個 即是那個 flash interview 即是說一踢完播過 不是記招的 他就說 那些球員 就是上半場 真的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就說到 兩隊好像在踢 一個友誼賽 Tesdemonio 就是一些友誼賽 但是呢 有一個Pundit 這個我也是聽 有一個Pundit 有一個Pundit 留意到 我就沒有特意留意 他就說 蘇斯克柴說這件事的時候 他的態度 都很鬆容 很輕鬆 就不是很勞氣 這樣說 我聽完他這件事 這個說法之後 其實我也覺得 是的 蘇斯克柴 真的他 在這個 執教了一年多些 剛剛一年多些 你真的看到他 沒有看到他 真的有發脾氣 就算有 記憶中真的不多 就算輸球 你會看到他 好像 比較平靜 平靜 我想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一起 討論一下 他是一個射手 如果他做 球員的時候 射手 其中一個重要的 元素 或者一個重要的 性格 就是你要一個 很平心靜氣的 因為你太過激動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做錯誤 或者射不進球 所以我懷疑他就是這樣 因為他是一個射手性格的人 所以他比較冷靜 但是作為一個曼聯的領隊 如果他只有冷靜 或者只有一個比較 雙容一些去接受一些 不同的情況 去對待一些不同的情況 其實是否足夠呢 做領隊這件事 究竟是好處多些 還是懷處多些 我想大家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看到蘇斯克柴的性格就是這樣 也一定程度上解釋了 為何蘇斯克柴最初 來到的時候 那十幾場球 全球好像振奮人心 我們所說 我當時就不太認同 但是結果 現在回頭看 當時 摩連奴退下 蘇斯克柴來到 新管理局 即是生領隊的反彈 為何可以彈到那麼多場 現在回頭 其實可能真的 因為之前的摩連奴 比較兇 比較舊式的領隊 所以整個球隊的壓力很大 經常被罵 或者批評 我相信有 因為就算摩連奴之前的雲高爾 也是這樣的 經過了兩個 都比較硬正 或者 比較兇的領隊之後 突然間來一個 說真的 又不是很罵人 又經常跟你很友善 你就算看得多差 都未必會罵你的 或者甚至乎 很淡定 甚至很平和 跟你們說回來的領隊 可能就是這樣 大家覺得 好像由地獄上天堂 那樣 所以自然 始終好像蘇斯卡柴 所說的快樂足球 發生了 但是 自從十幾場之後 開始有些球員的表現 有些球員的表現 可能有些飄忽的時候 蘇斯卡柴一貫 一二貫之 就沒有罵了 也是用回他原本的方法 可能會比較友善 或是鬆容 或是平靜 結果 可能會不會現在的效果 又開始沒有那麼理想呢 因為大家都習慣了 都沒有人罵 就有什麼所謂 就是 踢不到就踢不到 下場來過 會不會呢 所以這個情況 說真的 我記得當時 尤其是很多喜歡摩連奴的朋友 當時都來了萬聯 都曾經批評過大包 所以說 蘇斯卡柴一貫 是否真的行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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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真的 覺得 如果是一個 有十幾場 都真的挺誇張的 但是當然 現在看回 可能 為什麼 假設 我也認同 改變了 是一個 為什麼可以延續了那麼久 可能正正因為 支持壓迫得太厲害 所以突然間 放鬆的時候 大家都 覺得 真的 是一個 很好的環境 所以 特別踢球都開心 但是 去到 差不多現在 其實都不是一年 就是 十幾場球之後 一直到現在 都是這樣 上上下下 也有朋友提到 關於 還原球員 是否選球踢 我也有提過 在節目那裏 這件事 就想大家討論一下 我想這一節節目 都很想大家討論一下 究竟 蘇斯卡柴來了一年 大家對他有什麼感覺 都可以在這條影片那裏 留下 說一下 好的又行 不好的又行 究竟繼續支持他 又行 或者覺得他都要走了 又行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一刻 正正來了一年之後 就是一個好的時間 去評論一下究竟 長遠來計 因為我們都真的要想 如果我們再這樣 一年半左右 又不夠 又換一次領隊 怎樣計都不是健康的 說真的 我又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修正 如果我們有個足球總監 是有一個的理念 是長遠 而 無論是球會的領導層 或者我們球迷都拜 的話 然後他不停地去密識 一些對的領隊回來去處理 或者去執行這個理念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未找到一個對的領隊 去換領隊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我們不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根本上沒有足球總監 這個位置 那個所謂自以為 自己的足球總監 那個人真的不懂得球 即是 說真的 大巴都不懂得球 但那個人 就被大巴教不懂得球 我相信 如果你說靠他拿著中指 去看我們球隊的方向和理念 就除了 屎路一條 我就想不到其他事情 所以 由於我們 未找到足球總監 又或者根本上 未必會有足球總監的存在 相對來說 領隊或者總教練 在這個位置 就真的要捉緊一些長遠的事情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球隊裡面很矛盾的地方 蘇斯亞查他的理念 我們都說了幾次 究竟他的理念 是否真的長遠做到呢 以及是否實在太無虛 如果作為一個足球總監的立場 可能就不太無虛 但如果作為一個教練的立場 就真的很虛 其實蘇斯亞查所說的理念 其實他說的不是很實實在的戰術 他說的理念 即是用年輕人 打進攻足球 打快速的足球 就算真的 將他的概念 變成一個戰術 就是一個戰術 就是蘇斯亞查的防範 嚴格來說 防範不算是一個戰術 我相信 有些比較懂得球的朋友 都會否認同這一點 所以 這件事 到了這一刻 蘇斯亞查來了一年 是時候 大家都可以再 說真的 最初來到 我們看到什麼 看不到的 就是看到贏十幾場球 好了 中段很不行 我們看到什麼 就開始看到更多 到現在真的一年了 老實說 當然 如果算成績 一定不算 三十年以來 十八場球 我們獲得最少分 三十年以來 不過 有二十幾年 是輝瑞 的 還要是輝瑞 成功了之後 那二十年 這個大家要留意 究竟這一點 長遠是怎樣 蘇斯亞查是不是要支持之外 還是餘下 重要的 這點 真的要 詳細 大家可以考慮 才會留言 趁時間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起 都會從這方面去想想 hesitate 我想還是會 想清楚 十五時間 看看 到底会發生過了什麼 其他了 究竟在一年之后下的一个评论是怎样 好 继续说完 对B6就得了很多分 有位朋友说 如果曼联 今年有前四真的天无眼 阿费尔也不在 连James仔麦汤也没有透支 搞什么 他说如果我是领队 一定全队有踢的 全部减一半人工 我想领队没有这个能力 另外有朋友也跟我的想法一样 为何45分钟不换人 另外也有说苏西柴的执教水平 有位朋友说 他在上季苏西柴正式做领队的时候 他抄抄云高尔和摩罗的功课 找年格特打中路 这也是关年格特事 所以真的有问题 这也是可以说 苏西柴正式是跟之前领队做的事 还是他有什么是革新了的呢 好 接着有曼联的DNA有什么用 都赢不到 不是赢不到 是赢了二次和曼聖 但是赢不到下游的队 所以就是这样 好 接着有几个留言 特意拿出来要读一下 因为 也有趣的 因为有两个留言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觉得马连减波踢 是不是一早已经放弃了 联赛指踢欧霸呢 个个都这么瘋 严格来说不成立的 因为对热刺 和曼城那两场都是联赛 为什么那两场 又赢得那么努力呢 但是选择波踢是不是真的呢 大家也可以留下言说一下 应该这么说 从成绩或者结果论 是绝对有选择波踢的嫌疑 但是你看见球场上高 球员 真的很难说 为何他们要选择波踢呢 我又想不通 是吧 没有前四某一联赛他们也不过瘾 还有一件事 上年没有欧联赛他们要减四分一人工 暂时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因为我听到一个报告 有人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说 曼联的人工支出真的是低了 所以作为曼联的球员 你选择波踢 没有欧联赛 你欧霸赢的 是不是 没有欧联赛 减四分一人工 我是球员我也不想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我真的解释不了 另外有朋友就说 我有两问 就是 领队和教练 他加多一问 为什么上将联赛对月祖仔 都用这么多主力 接着这几个有趣 一句到尾 曼联不想赢 就不会赢 听得明白 就会明白 老实 我是真的不明白 如果 我们想赢 就赢到 或者不想赢 才赢不到 譬如说这场球不想赢 那真是挺厉害的 但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不知道 不过可能也不一定 有这位朋友 很棒 支持曼联降班的请举手 如果有些朋友 近期才支持曼联 或者近十多年才支持曼联 但又不太研究曼联的历史 我提提提 我们的而且是降过两次班 对上一次应该是七几年 所以曼联并不是 没有降过一班 但是是否真的要 智诸史迪 而后生 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讨论 好 最后这个留言 我觉得也非常棒 为什么呢 这个留言 关于曼联早晨事 关于 赛前的影片 应该叫做打气 集气 还是什么 他就说 大巴 我有个请求 以后赛前面 对着BIG6 用回打气 打气 对中右球队 要用杂气 对着宝门球队 要超级杂气 麻烦 对于这个请求 我觉得 非常有趣 但是 由于 大巴是非常懒惰的 所以我选了一个 只一个 但是这个请求 我觉得 绝对有道理 还有 有意思 但是由于 你的主持人大巴 是比较懒惰的 所以我也是用回打气 打气 就算了 但是我特意 这个留言特意要 留下最后 最后一个读 因为我觉得 非常有意思 亦都很能够表达到 我们万联球迷的心性 我相信 OK 那么今集节目 是这么多 所以就希望大家 我一直 如果看到这里的话 你看到我一直说 一直都继续 和大家有些 问题 想一起讨论 不用急 慢慢 运用这个佳置时段 如果你有时 有空 没什么 就想想有哪个问题 你想 再继续说 看看 第一 可以留言 绝对在这条片 第二 遇到大巴 开IG Live 就可以按进来 一起说 几个选择都可以 还有第3个选择 我常常都说 但比较少人做 就是 你可以自己 录一条MP3 给我 我都可以 帮你安排 在节目上 播出都可以 这件事 比较少人做 但是 都可以 所以有几个不同的方法 大家可以发表 对班园的意见 这个就是 曼米早晨的精神 各位 今天的节目就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平安夜 就平安 聖诞节 就快乐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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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